查人员警察奖章的共有十位 各颁发警察奖章一枚 请院主陪同上台接受表扬 班队长任警职有二十年 期间曾获大功一次 继功有九次 加奖一千两百零七次等奖励 服务沉津优良 请得奖者与院长合影 陪同的有他的妻子黄美兰 女儿黄永鑫 儿子黄春艳 一起上台接受表扬 黄信文在六月二号接获指示 在自愿回收场有可疑人车 前往盘查时 与对方产生扭打 结果遭到左手臂 前臂的贯穿受伤流血 不过还是奋勇地压制歹徒 冒险犯难精神 引起社会大众高度支持及肯定 对维护社会治安所有贡献 再次恭喜黄锦园 今年度模范警察表扬 刚才我特别表扬了 南投福利分局 国姓分住所的黄信文锦园 刚才才在受奖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底下的掌声特别响亮 信文和另外一位同事高明雄 在巡逻的时候 遇到持槍的改毒 两人奋不顾身的搏斗 在古道嫌犯 也因此受了伤 看到信文那张即使受伤流血 也要制服歹徒的照片 我和大家一样 心里觉得很震撼 也很不舍 我相信当时的信文 根本不记得自己受了伤 只知道如果自己放手 就可能会有其他的人 受到歹徒的伤害 我真心的感谢信文 也为信文感到骄傲 也希望今天特别突袭的信文 要保重身体 好好流伤 你的太太 孩子 都跟我一样 为你骄傲 也为你不舍 不只是信文 我相信在座许多的警察同仁 也都曾经碰上这种责任 和生命之间惊险的时刻 也不只是这些惊险的时刻 其实各位每一天的努力 都是让社会安定最重要的力量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 我要在这个属于警察的日子里 以总统的身份 代表全国的民众 向各位警察同仁 还有各位的家人 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 谢谢你们 每一天都坚守纲位 尽忠职守 全力守护台湾社会的安全 刚刚我表扬了27位模范警察 谢谢各位 犯冒险犯难 克服种种的难题 完成任务 成为警察的表率 我相信 获选为模范警察 会是你们 职业生涯当中 一向了不起的成就 我要跟各位 警察兄弟姐妹说 只要依法执行勤务 全心全力 为治安工作打拼 你们每一位 都是我心中的模范警察 也请大家 为自己过去一年的努力 再给自己一点掌声 好吧 不管晴天雨天 炎热或寒冷 在路上巡逻 在街口 指挥交通 在每一个危急的现场 或是遇到重大刑案的时候 是我们的警察同仁 站在第一线 为大家排除危险 因为有你们以身涉险 社会才能安全跟稳定 我们常常说 警察应该要是人民的保姆 不只是要解决问题 还要经常花时间 安抚民众的情绪 有时候 警察同仁 难免也会觉得沮丧与挫折 我了解各位的辛苦 但是我要拜托大家 即使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要将心比心 要经常想到 当民众受到伤害 最无助的时候 只要穿着制服的你们 出现在现场 就是安心的保证 让人民安心 这就是身为警察 最光荣的一刻 只要依法行政 勇于执法 将心比心 你们就会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政府 而检察同仁 就是站在帮人民解决问题的第一线 其中 有两项人民最关心 也最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我要特别提出来 也请我们所有的同仁 用最大的心力 思考最好的方式 来完成这两项任务 第一就是反毒的工作 毒品防治 是我们政府的第一要务 这一点我过去讲过 我也会持续的要求 再三的强调 我们的警察 就是这场反毒战争中 第一线的战事 民众最关心的是 校园毒品入侵 是毒品相关的 各种犯罪形态 警察同仁 也最了解实际的情况 当各部会都在串联反毒的时候 警察绝对是不可或缺 最重要的力量 毒品危害之大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这场反毒的战争 难度很高 也很艰巨 但是我要强调 这场仗 只准胜 不许败 请大家全力以赴 完成任务 一定要彻底解决 毒品泛滥的问题 第二 则是反诈骗 诈骗 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痛 改途利用人性的弱点 诈取财务 不仅是重大的犯罪 更已经严重破坏社会的信任 也因此 打击诈骗犯罪 是我们重建社会信任的第一步 目前 诈骗集团的犯罪形态越来越多变 也超越国界 要有效打击这类的犯罪 需要建立跨国的合作 彼此分享资讯 也要仰赖警察同仁仔细的调查 从源头打击诈骗集团 这两种犯罪的类型 都是国人最在意的问题 也非常期待我们用新的方式 为台湾社会带来安全与稳定 我们不能只是限于数字的迷思 而是要真正的从源头解决人民的问题 所以 我要交付这两项任务 政府的其他部门 也会提供各位所需的协助 各位身在打击犯罪的前线 警察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陈署长 会把打击这两项犯罪类型 当作未来警政署最重要的工作目标 警察同仁上上下下 务必从源头打击毒品及诈骗的犯罪 当然 我也要向各位保证 政府会用具体的座位 当警察的后盾 推动改革 改善警察的工作环境 我们也会从以下的几个方向来努力 第一 我们要加快脚步 持续补足警察的人力 过去因为人力不足 警察同仁的工作更繁忙 工作时间也不定 我想在场的警卷家属 一定深有所感 不过我们不能把警卷的体量当作理所当然 补足警察人力 是政府要持续做 加快做的重要方向 第二 管理应该科学化 电子化 减轻警察负担 才能加强工作的效能 我了解 警察同仁就像其他的公务机关一样 另外 也有管考的机制 或是很多的文书业务工作 但是 管考的目的 应该要让同仁的工作 能够做得更好 因此 我要请署长 检视目前的管考的机制 思考如何让任务做得更好 对维护治安更有帮助 同时 也应该让文书业务工作 逐步电子化 让同仁们不要在外 辛苦工作 又还要埋守在文书工作里面 第三 我们要让警察有安全尊严的执法环境 警察同仁在街头会遇到很多挑战 这些挑战 对同仁来说 甚至可能是生命的风险 因此 警察的教育训练 应该要能够与时俱进 更重要的是 警察同仁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只要秉持依法行政 符合比例原则 政府就应该做警察同仁坚强的后盾 所以 像是因为执法衍生的状况或是诉讼 我们要请警政署能够全力协助 让警察严正执法之后 没有后顾之忧 新时代的警察 要面对很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 所带来的执法的挑战 我们警政署所规划的 科技领航 专业守护 伸张工艺 树立优质形象 贴心关怀等等 这五个面向的警政蓝图 正是警察同仁在新的时代中 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我知道 陈署长上任后 威警政署做了很多努力 也请持续努力 政府会给各位最大的支持 我也要勉励各位同仁 不仅要完成和交代的两项任务 更要当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民保姆 让民众安心 让社会安全 这是新时代的警察 最重要的使命 谢谢大家 祝大家警察节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总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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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